陳時中下令要查彰化縣政府 你是哪一台的 曾說不敢逆時中的柯文哲 被問到陳時中 因為開辦彰化縣政府 被外界罵翻 腳步飛快 躲避提問 應該是秘書長吧 來來來 小心 怎麼問就是不答 柯主席表面上不想惹事 但柯家軍動作頻頻 替他表態 心腹蔡壁如早就發文了 說沒有普篩就沒有確診 海水退了 究竟誰沒有穿褲子 不可滅的神話 豈容你將他請下神壇 無疑是被戳破了 防疫神話後惱羞成怒 更是在台灣公衛界上 扇了一劑大耳光 重挫防疫第一線的士氣 國人 專業的國人 在抗疫之下 還要去抗正風 而且拿正風這件事情 是在侮辱人才 而且是在找他人才 蔡壁如受訪時 在加碼用侮辱人才四字 評論陳時中 民眾黨團總召 類似的一話也說很重 他說進行防疫 竟被衛福部政治調查 請陳部長對大家說明 衛福部指示調查 依據為何 用這種方式處理 將打擊基層人員的士氣 這是不是表示 衛生單位不應該認真篩檢 正風處應該不能成為 這種政治調查的打手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 政治調查的事件 我是覺得這個陳部長的做法 非常的愉悅 你作為一個政務官的風骨 從妻子陳佩奇 多次在臉書上大膽逆時中 再到這次民眾黨立委 接力開轟陳時中 柯家駿的炮火從沒間斷 屆時文賢王乃宇 SNG小組台北報導